前两天呢,刷到了一条网络新闻,挺有意思的,是这么个事儿哈,一位八十多岁的大叔跟老伴闹别扭,离家出走了,民警呢,找到他的时候啊,就问他,为点啥呀? 这大叔就可怜巴巴的说,不为别的呀,就是因为我这一辈子呀,都没见着这工资卡长啥样过,这民警就笑了,跟他说,别上火呀,这咱不都这样吗? 我也不知道这我的工资卡长啥样啊?你看看,我估计啊,这是不少大哥的共鸣啊,那咱今天节目里的这位陈刚陈大哥也是这样,老伴去世之前呢,大哥也没碰过他的工资卡,家里的经济大权呢,一辈子都掌握在媳妇的手里,现在呢,丧偶四年的陈大哥打算再找个伴了,他最大的要求就是,希望女方,无论从外貌上,还是脾气性格上,都得跟去世的老伴, 截然相反 大哥,你好,我是黑白 陈刚,63岁,丧偶,现居长春市,第一货运公司退休,退休金3200元,住房面积85平米 我这租的就是那个小房子 啊,这是租的呀? 那你自己房子呢? 还没下来的,得进这个月末 我这个买的,我是他的名字 之前二道合吧,领了路 那你这换房子干啥?你就住之前的房子呗 那是月面,常年得上老公园见太阳去 在屋里都见床太阳 对,夏天一床太阳呢,早上一吃 那你这房子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37万 新买的房子,花多少钱买的? 40多万啊,我们找这个房子,这个图纸,南北通通啊,这个是 南北通通,这总价是455257 面积是85.35 对对 房子还挺大的啊 我准备来点设计办法 陈大哥现在租房子住 以前住的老房子去年卖了 用卖房子的钱,在饭家屯买了个新房 明年四月份下来 陈大哥就打算装修完搬进去 白头发不行的染一染呢? 不染,染过敏 啊 那头里就,这里就干啥的 一碗 染过? 我染老多年了 你咋够了,那你白白的那些,那新多大事,新切多呢 陈大哥现在不染头发了,是因为头皮对染发剂过敏 一染发就有头皮系 陈大哥说啊,其实他的头发这么白是有原因的 看来陈大哥年轻的时候正经挺能喝呀 陈大哥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喝酒,还耽误过找工作 我去我们头肉介绍,我就天天喝酒 下午一天,大铁声女大声,就面对面 谁玩不出来呀 说你喝酒的,我说啊 他说你挺诚实,我说那是自哑子,喝就喝的 因为喝酒,陈大哥错过了不少机会 不过现在的陈大哥已经不喝酒了 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么能喝酒的陈大哥,戒酒了呢? 那啥是戒的,为啥戒了? 刺呢,血流得快串皮 原先关后背,后脸都严重了 前面也有了,胳膊上也有了 那能敢喝吗?是 戒多少时间了?半年多了 戒半年多了?就是这半年一口酒都不沾了? 不敢,咱就啤酒都不行,什么酒都不行 那馋不馋呢?现在还行 原先吧,一吃饭有点不得劲 那你喝酒的话,以后能不能又捡起来啊? 不能,那不能捡,那受不了啊 得为了自己身体考虑了 可千万说啥就咱都不喝了 不喝了 为了自己身体找点 现在陈大哥已经戒酒半年了 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了 陈大哥说,其实年轻的时候喝酒 因为总和老伴吵架 家里都是老伴说了算 陈大哥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所以只能选择借酒消愁 来压抑自己心中的苦闷 他强势 跟你呢?跟你在一起强势吗? 跟我也强势,他这个味道不下来了 这一味道,反正乐喝 会过几天好像少 哪天都得有点事,得呛前两句 我问我,后面他捉了 每天没好事,他做完饭了吧 他咸来口的喊我,这短菜 我说我做饭他还不用 他做的还真慢 你觉得他后来就欺负你了? 不是,他就好像隔路变了 陈大哥和他老伴这一辈子 都是他老伴当家 就连家里存折密码 陈大哥都是在老伴快要去世的时候 才知道的 原先我家那个存折啥的 酒钱存折,他这个去 不用我 那他下口都过来 他头半年上就告我那存折 密码多少 你一直都不知道银行密码啊? 不知道 我都,酒钱存钱我都不会 完了有一回 那个银行穿口的 我说我不会 想那直动去换机 后面排队告诉我的 那你为啥从来不问问自己家银行卡密码啊? 我不问他 他也不想告诉我 他从小夫妻我哪敢啊? 他不都把钱摇了去 我就吸引他能 然后他这点我还能做到 陈大哥自从老伴去世以后 一直都没再找过 虽然也相过亲 但是因为陈大哥提了自己的条件以后 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 是什么条件呢? 跟我走到一起收费我就出两千块钱 一方呢 我应该是搭五百就够了 我现在手里用钱没有 还有积蓄? 就我的老伴有病 他住院都住几次了 为啥就出两千呢? 你不是有周三见过吗? 那我每一年攒一万块钱 陈大哥身边的亲戚朋友也给他介绍过对象 但是大多数女方都因为陈大哥不能把工资全部拿出来花 女方纷纷拒绝和陈大哥继续了解 所以陈大哥特意嘱咱红娘 一定要向今天来相亲的大姐先交代这个条件 那咱陈大哥想找个啥样的人呢? 不要太胖了 我是不是用太胖的权料就够了 120斤的 瘦溜的我喜欢的小小玲珑的 喜欢老太太的 小老太的? 1米6也没事 为啥喜欢那种的呢? 我媳妇可能太大了吧 我媳妇可能太大了吧 有病她长到170斤 不能运动呢? 温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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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长温柔的? 说话是好听的 那你老爸说话是好听吗? 不听 我发现你就完全都不按你老伴的那种感觉长了 对啊 你就要换个伙伴 按照陈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到了家住长春市的刘桂霞、刘大姐 你好刘大姐 你好 我是佩佩 刘桂霞64岁 丧偶 现居于长春市 投资木材 月收入3000元 住房面积54平米 这小红衣服怎么这么凉头呢? 我这出去唱歌 我老婆说 妈你穿像点样的 上电视台一次 我是为了相亲 你不信心自己不敢给家吗? 我那信心那啥玩意 就找不着伴 咋不敢在家呢? 我这不敢家住 我家老头活着呢 就住不去那儿 我都不敢 就这么点小 不敢挺房 就是闲的那是房子 就是白天间我回来了 晚上完全上了公家去了 改下哈兰寸 就是反正晚上给我拉走了 早上给我拉回来了 哎呦你妈 就是天天跑 那你怕啥? 你怕啥? 就是我都一手手不思计 要搁这儿 我6点钟 还一漏就不行了 因为不敢再家住 刘大姐只能去女儿家住 可是时间长了 自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啊 报名参加了咱们的节目 想找个老伴 你嫂子为啥是啥子呢? 就是搁这儿我呛的 开门馆开了七年 这个字我也会抽 你也会抽一年 我也会抽一年 这七年也真累啊 早上晚上八点钟钟就进来 一到晚上十五十五点子 那你开门馆一年 能挣多少钱啊那时候? 那点反正能挣 六七万块钱吧 一年?六七万? 嗯不少这 那你现在的收入来源是啥? 就是开门投个资 他们都是商务投 我投点资 你那头多少? 就是一月一块 能挣三千块钱 哎 这个木头就这事的 这是他家的 这家的 就这么大板方 但是这是菜板的 啊 就这么大的木头 就是拉回这个木头 拉回这个木头 各车拉回这个木头 各具拉上板方 投资木材是刘大姐和朋友一起弄的 木头加工完再卖出去 刘大姐得到的是分红的钱 刘大姐虽然没有劳保 不过这并不影响她的生活条件 刘大姐爱说爱笑 能张入事儿 喜欢操心 爱管闲事儿 我觉得你性格是张张罗罗的 哎呀 啥都我张的 就是我可能张的 别说我家事 外面事儿找我 我给你张的 就是那种马大姐 哎哎哎 你说可好管闲事儿的 人家有事儿的 就你媳妇打仗的时候 你两口打仗跑来 你找我去 我打车就撵一去 都这样事儿的 我可有意思了 我可有意思了 你跟我在一起 我可有意思了 就是管闲事儿大叔 好管闲事儿 现在叔叔大了 不管了 姑娘说 妈你闲点福吧 他们都同意我找她 早都同意 她爸每天就劝我 怕我上火啥 但是 但是我领钉链 真的承受不了 就我俩一直都 这么多年你说 自从老伴去世以后 刘大姐的性格 也不像以前 那么活活开朗了 那毕竟是一起经历 风风雨雨 最亲密的爱人呢 说老伴 我说老伴 妈一提我老伴 我好像受不了 现在还受不了 有点受不了 时间开始短 突然就得这个病了 他从来都不有病 就干嘛三天完了 一查就是非常关系 他长到哪儿 长到废门上来 就是手术不了 你到哪医院 你都是只能快疗 就干丑了死 直接干丑了他 我就听说他的病的时候 你说我都啥样的 就回来 早上三点钟 那天晚上回来吧 我早上三点钟 就举个这小区 就抱头哭 然后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 但是我谁不敢跟说 你就把他举 从哪那天开始 我就可郁闷了 你看我好说话吧 我见着谁可乐的 这一年当中 谁见着我就马上就走啊 就说啊 后来 我叫老张 就是头一个多月严重了 起不来了 就是我说了 完了 这个你才知道说 怪的你 谁跟你说话 你毛上官走 毛上给我吓 我害怕呀 跟他说了 一直都没跟他说 我说了 我还没看 你还没看 你还没看 我还没看 我一定要用 帮你 我还没看 你看我 你还没看 你还没看 我 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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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十八家 十二十 那中二只能看着他 他不是这样 十二十 他的体型挺有点 小巧的浓的 身高我也行 我就愿意找他小点 找他要圆的还不行 我是五七年生 六三六四了 我陪你大爷睡 年龄 我们说大啥这都行 我原先不信找小的 我就信找四大爷他体骗我 那你现在就赶到这儿了 跟我家的同一班大岁数 整起来整回来的就是 因为小的也不一定说 就是像小孩这都这个岁数的大哥 那也是 他那个时候还不像小孩一样 两人相差一岁 陈大哥不介意找比自己大的 因为他老伴就比陈大哥大三岁 可是咱们刘大姐却担心 男方比他岁数小 不会照顾人 所以想出了个题 考验一下陈大哥 面对刘大姐提出的问题 陈大哥会如何回答呢 答案究竟能否让刘大姐满意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刘大姐和陈大哥相差一岁 陈大哥不介意女方比自己大 可是咱刘大姐 担心陈大哥比自己小 平时生活得处处迁就他 所以想问问陈大哥 会不会照顾人 那陈大哥会怎么回答呢 比啊 就是我出门了 我就跟你说说比 我出门了 我回来你怎么说 回来了 外头冷不冷啊 外头冷不冷啊 那冬天肯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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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门了 你应该这么说 外头冷不冷啊 你冷不冷啊 没有 就是体贴 就是属于体贴 就是回来了 好 就等着自己回来了 对啊 有时候 就直到回来了 我都不说 大哥会做不会说 可能给你倒杯热水 会倒热水吗 倒杯热水 就擦水 我也不会哄人 体贴嘛 实际我都不懂 你不知道关心你的 咱关心我不懂 咱关心我不懂 你不太回我心里 有点不得劲 跟他吃饭 那我肯定不会 教我也小朋友 也不是浪漫 就是体贴人嘛 啥体贴人 他有病 我就吃不吃喝呗 我就这样事呗 我也不能绑着 亲一口两口的 不能老慢似的 这些玩意 我这边也没搞出一项 我老伴死了 我才真正算 谈恋爱了吧 还没谈呢 还没谈呢 我就是这样人 只在是去 哎呀 也有点不好太直 但是大姐 你想那么会的人 你自己不担心吗 我算是 他不就是一个执行人 虽然刘大姐担心 陈大哥不会照顾人 但是她觉得 陈大哥实实在在 比较真实 以后一起过日子 也不会藏心啊 不过打刘大姐 一进屋就注意到 陈大哥头发 比自己都白 刘大姐开始担心 陈大哥的身体状况了 就不收了 你这头发这么白 你这么年轻啊 比我小一岁你 我头发从来 我头发从来都没养过 一回都没养过 哎呦 我看不到四十岁就白了 可不喝酒啊 想喝不敢 想喝还有人呢 我过磨磨皮肤 那些我喝 喝酒 我二十岁喝那四十年 那你这酒量也不能小了吧 对啊 他玩个喝酒多样带我呀 能拍好他们呢 能拍好他们呢 嗯 你是有点喝酒喝的 那个 喝酒喝的也是 我演的 你是喝酒喝的可能是 喝的太多了啊 他要几酒 他挺能喝的 听他要喝是 要没喝 没白就喝 反正要是 不接触员 不接触单位员 他也不能喝的 就要继续长时间 刘大姐和咱们红娘说 如果陈大哥 现在还像以前那么能喝 他肯定不想再了解了 但是因为陈大哥 现在喝酒过敏 不能再喝了 所以啊 还可以继续了解一下 俩人到现在 没那么拘谨了 所以坐下来 给刘大姐扒了个香蕉 我扒个香蕉吧 你十多大人 十多大人 我扒个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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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不了人喜欢 你都吃 你都吃 你别别带这一块心 别客气 大哥要唱金句呢 我确实会唱 我唱的是古装的 你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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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我唱 我不知道金句叫啥名了 没事你来吧 江森儿 来自在大家口 尊一生里为冰棚 你听从头 你不是想马饼刺口 而不是代言 行吧 唱一听了 唱一听了 有点那味吧 有点那味 跟谁学的呀 跟抖音 就跟抖音去 你不是小时候没学过呀 小时候学的 现在要玩戏 大姐愿意听歌也会唱歌 会唱甜蜜蜜吧 你 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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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会跟琴儿都不会 伏会跟琴儿都不会 重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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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别不好意思 你就吵着歌词就行了 唱的肯定那味道好 跑调啊 谁跑调啊 天蜜蜜 你笑得多甜蜜 好像花儿开在村风里 开在村风里 这件调还回来 在哪里 在哪 一开始就吵架了 在哪里见过你 不是 没有那个麦克风 我唱不了 撒个嘴 对他几张 真好 对我唱得好 我不行 没有办法把我扛起来 唱不出来 对我唱得好 你还紧张呢 唱不出来 完美整好啊 你说 他说你唱那走掉了 大哥就是直 嗯的 两人的互动能看出来 陈大哥说话还真的是够耿直的 刘大杰说 也是因为自己的嗓子有点哑 才发挥的不太好 说到嗓子哑 刘大杰想到了自己抽烟这件事 不知道陈大哥是否介意呢 我还抽烟呢 你看我这个抽烟 你抽烟 这个这个是大哥的那个卷的烟 来的时候我也跟大姐说了 大姐说这还挺细弦的 还自己卷烟 不是细弦 抽烟抽多了咳嗽 那你介意就是大姐会抽烟吗 抽烟勤吗 我两天 亲爱我两天一盒烟 那我两天一盒烟不能够 都不能够 骗我还亲 骗你 骗你得亲 面对比自己抽烟还多的刘大姐 陈大哥面露愁容 她会选择接受还是选择拒绝呢 广告回来咱接着看 刘大姐对陈大哥的印象不错 决定在相处之前 先向对方坦言自己会抽烟 那咱陈大哥是否能接受呢 那你介意就是大姐会抽烟吗 抽烟勤啊 那我两天一盒烟不能够 都不能够 骗我还亲 骗你得亲 你抽烟抽得亲 我要替他严重抽烟 那你能不能少抽点 只留不来去 不管找啥脑头 我都延续不了 女人哪有抽烟喝酒 我都想把烟酒都戒掉 她得抽烟喝酒 你看看我办西房里我都戒掉 我怎么打算的 那少抽点行吗 什么也不抽 那咱能少抽点 少抽点行 就是管一管 那也是为了自己生气 我自己喊我自己 我嗓个咽咽 抽烟这件事 俩人也达成了一致 都少抽一点 毕竟抽烟有害健康 俩人到现在都觉得对方不错 所以想要深入的了解一下 你原来在哪工作呢 货运的 退休约开多少钱呢 三千多 我就是生活出两千块钱 你开这多钱呢 我三千 你但女的一般都两千多 我两千多呀 我这些 头点值在那边 在那边我头点值 我没有老爸 老爸我就是三百多块钱一个月 这大姐是在外面自己投资了 一个月的收入大概能有三千块钱 那妈妈不一定保证终身的 不是 不终身 你那个不终身 因为我干几年就不干了 她生活也没保证呢 这两三年她能拿出点钱 她以后她拿不出钱来了 陈大哥对刘大姐没有劳保的事啊 有些建议 本来自己就没有积蓄 以后要是真有点事了 怕自己的经济能力无法满足 可是接下来刘大姐的一番话呀 让陈大哥心里有些动摇了 就是我一说这个意思啊 要是咱俩结合的时候吧 除了大病也不用你管 没有大病也不用你 我就不想除了钱这边管吧 我也不管 对啊 所以就刚才大哥说 因为我来的时候跟大姐说 就大哥每个月的工资 是有大概三千多块钱 对三千二百块钱肯定差不多 那事吧 我昨天晚上吧 你一个人就给我打电话说 他发挣三千二百块钱 我就跟我来咕咕说 啥事儿跟我来咕咕说 我没想到咕咕说 就像我自己儿子似的 我说得把这张头我没看着 就是说 他就是给我三千二百块钱 咱也不能要 就是两千块钱 那一千二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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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十一百块钱 有啥事儿不得呢 你看我就 你没说实我就这么想 我儿子不用了 你自己干一辈子 不多点零花钱吗 你看我就给你想念他 他也这么说 你俩想一块也来 就是大姐是为何考虑 对 你不说 就说你这正在三千二百块钱 你不说 我也是留两千 给你一千 给你自己花 我最后还是想用他实证 就是他就实证的 你看有一说一言二说二 一点也不说玩花心眼的啥的 这样 不说花说柳说的 这个 真的想用这个 这一边想用的 再说这个个头我也想用 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我挺好的 咱俩都是普世的在一起生活 对啊 就行了 对这一点我 是挺感动的 我也挺满意 我这个条件我也不管 我就越拿两千块钱 他自己败了 我不管 你把钱直接交给他了 我这个 我也不愿意弄 不会换钱 对于女的这个想法 她不反应 你知道吗 有的女的 那就是奔钱来的 不是到底不是 刘大姐为陈大哥的考虑 让陈大哥觉得有些感动和难得 刘大姐说啊 想给陈大哥照个相 回家给家里人都看看 我说我拍你一下可不可以 拍打我一下也没事 可以扛揍 我跟你俩一起照一张 像不得了吗 行啊 咱俩挺大伙的 来吧 多大寿司啊 就是 又不是小伙 你也轻 你再轻一点吧 没事 我有意思啊 我告诉你我可有意思了 我也挺幽默的 你幽默 你喜欢我这事儿的吗 你喜欢我这事儿的吗 小伙伴 小伙伴 上我那猪去吧 猪一年得了 那哥哥一年放了个味儿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